我跟我媳妇第一次见面发生什么了 都绝了门了 在伦敦的地铁站看见我表演的时候 她请我去他们家的party去表演 那天我特别兴奋 我从来没那么兴奋过 她邀请我不高兴啊 这门子还是我将来的女朋友呢 谁知道啊 这是我第一次参见外国人的party 我期待了希望的表演 去之前 我在那个洗手间里挂虎子 描露眉啊 我这半截没办法 是吧 我把那半截给描上了 然后打发了半截 从来没那么打发我 当时我才三十来岁 不算难看 不算难看 你真的想说这话吗 40年以后 她用手机 听我讲中文 还真不能说错了 是吗 对不起 我和我家庭的朋友 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準備了食物 我們準備了很多人 包括我個人,我工作的 我工作人員,我工作人員 我工作人員,我工作人員 我們要有一個中國人的音樂 他們說什麼是中國人的音樂? 沒有人聽過中國人的音樂 所以我說,我會很大的驚喜 我會想你會喜歡它 所以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準備好了 by the party ready, and there were already some people there, and I was going to go and collect Gowi from his sister's house. So I set off in my little car. But when I got there I rang the bell. There was no one there, and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So I waited in the car thinking, Oh my goodness,all these people are coming to the party. And especially the person I work for, I was just like,I don't know what to do now. So I waited for you Gowi in the car, 在那些天,我们没有电脑机 所以我只是想要等待 怎么可能 就是在我去曼的这个派对之前 说句话,是我最兴奋 说你想找女朋友 如果我要能跟我好了 改变我的一生啊 那怎么可能 那天我姐姐 正好生孩子了 就是那天,就是那时候 这孩子生出来了,老三 我去医院看我姐姐去了 当时也没手机,也没有BBG 也没有联系无障 我照样我也不去 我三年在那儿,看他一眼也不行 我买了一大株花,包了花 我从医院去,想想要回来 我特别是来的 我从医院就跑过来 一看慢的,在门口等我呢 哎呦 在我的车的镜头上 我看了我 我看了Goy Lee 在这儿的东西走路上 带着他中国的音乐 我感觉 谢谢你 所以 慢着,开一个小假车虫 蓝色的 带着我 就去他们家 我一进门说,我已经有好嘴 十人全在那儿了 全是外国人 这玩意儿,就我一中国人 我一看,你猜怎么啥 全是黄头毛,蓝眼睛,双眼皮 就我一个小眼睛,单眼皮 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我还迟到了 我还得表演 英语也不太好 我想让门的 对我留意好影响 所以,压力很大 说句心里话 我这去了才知道 这些英国人啊 在我去之前啊 就知道 不如心里 李小龙的功夫 还有咱们的北京烤鸭 除了这两样啊 还真没听过中国音乐 什么都没讲 我儿子刚才啊 告诉我啊 不是北京的烤鸭 这是香港人啊 全做那个香酥鸭 当时我有点感觉 就像中兴捧乐似的 全是外国人,就我一中国人 然后呢 当我把生意拿出来啊 他们都愣着非常惊讶 一看,一个什么都归啊 那么多话儿 而且呢 我一吹这个中国的音乐 这曲子 《二小放牛郎》 他们太喜欢了 从来没听过 所有人都围着我 当我吹完了以后啊 哎呦,这我那我 我问我很多问题 就跟记者采访什么 当时我就想 这中兴躺乐的滋味 要当个明星 多兴奋啊 多高兴了,是吧? 等着派对啊,完了以后啊,慢得还挺亲切的 还有有点含蓄啊,跟我说啊,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吧? 我心里有点高兴哦,我想直接上民政局登记得了,他们没没没敢说出来 yes, so it was really successful, isn't it? and then I drove you back and I paid you and then we arranged to meet, I think the next week yeah, we thought we'd go for a coffee or something i can't remember, i can't remember what we thought after one week I think it was the worst Chinese restaurant oh you did, oh you did, yes £25, I did 25 但是我回家 我和我都很高興 我和我都很高興 和高興 因為它開始很糟糕了 那是我們的第一晚 不是 你第一次見到我家 和朋友 大家都很愛你 那天晚上一會兒 我是徹夜難眠 你想想 三十來歲的人 遇到這麼一漂亮姑娘 誰能睡著啊 Manda, next time we talk about how we start dating Yeah, but actually I think maybe before that and maybe more interesting as well is we should really talk about how especially my family and friends thought about my dating you the Chinese man very interesting 嗯 you you